請到我們國際國律記者的楊志強先生來幫我們做演講 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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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來介紹 謝謝 謝謝 喂 大家好 我是楊志強 然後大家來這邊聽這個講座 大部分都是對美濟有興趣吧 還是是什麼樣的背景 你看台灣緬甸這麼遠 為什麼對緬甸有興趣 欸 是不是對國際記者 真的嗎 你做國際醫生 沒有這個國際記者 OK 好 謝謝 我大概講一下 那我們大概講國際獨立記者是不是 其實就是一個獨立記者 然後專門跑國際新聞 對 所以獨立記者的意思就是 我不屬於任何一間的媒體 然後我自己跑我自己想要跑的東西 好 所以呢 就會窮噴撩倒 沒有啦 這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選擇我自己想要跑的東西 好像那些比較國際的新聞啊 比較熱門的東西 一般的話 在台灣通常有些外面便宜 很少會派人自己採訪 所以 我自己比較focus的新聞 都是在一些衝突地區 目前都在洞南亞比較多 然後我們其實是一個team 我們叫做Loo Ia Team 我們有三個人 一個就是我 就是他 好啦 就是那一個 就是我嘛 然後左下角 那一個呢 他是韓國人 就是平面攝影機師 我是文字 就是血 出一張酒 就是我 然後右下這個是 就是台灣人 他是動態攝影 所以我們的作品 除了平面新聞也有 然後在公共電視啊 在一些電視台啊 一些新聞 我也是有我們的動態新聞 所以我也會出來講話 所以我也提到現在所有地方 所以我以前其實也是 一般的集結 跑立法院啊 跑什麼什麼 我也在電視台待過一陣子 然後後面呢 我們自己就想要up出來 在當獨立記者 做自己想要做的行為 然後待會的這個 分享會呢 或是演講呢 都是隨時可以答案的 問我問題 就是我們大家可以 就是把他當成聊聊天 所以你應該講什麼 我該沒聽清楚 你可以再講一遍嗎 或是 我覺得你講的不對哦 都可以講 好嗎 好 剛剛 這位同學說 他是不是對 我記得有興趣吧 其他的應該就是 對緬甸有興趣了吧 好 緬甸 欸 這個是沒有那個 紅 紅 紅圈圈嗎 沒關係 沒有 這裡有這個 緬甸在這 大家 既然都是因為 緬甸而來的 就應該知道 緬甸在哪 所以緬甸 所以緬甸 好 你的往下 這個是 緬甸的國旗 然後 那這一幅是什麼 兩幅之間有什麼樣不同的 或是他有什麼關係 對 是緬甸的國旗 為什麼要 為什麼他有 這樣子兩幅不同的國旗呢 你們知道嗎 你們不是都為了緬甸而來的嗎 這個緬甸的國旗的事情也不知道 是因為 軍政府在2008年的時候 他換了 憲法 換了首都 很多東西都換了 他連國旗也換了 然後 這間國旗是不是感覺有點熟悉的樣子 那其實跟我們國旗很像 所以以前有一部電影 叫做 欸 那一部電影 那是誰啊 不是不是 那個 藍波亂殺人 那個 對對對 最後一集 他在 他在緬甸 因為每一集他在國家不同 然後那一集他也在緬甸 然後那時候的國旗還是這個 然後就有照到的國旗 然後台灣又掀起一附 就是一陣討論 那不是中華民國旗嗎 怎麼在裡面出現 結果你focus看是不是這個 這是一個小小的 OK 小八卦 好 我先大概講一下緬甸 它裡面長的是什麼樣子 這個其實就是緬甸很常會看到的一些建築物 你覺得它跟東班牙的一些建築物的感覺 有點相似但又不同 因為它其實是帶有很濃的殖民主義的風格 殖民就是 因為以前緬甸是英國殖民 所以那時候 無論是緬甸的文化啊 或是他們的生活啊 或是他們建築 常常可以看到 濃濃的英式風 還有 其實在 陽光 這個就是陽光街頭 所以在陽光街頭呢 我們在2010到208到2010之前 它裡面是有很多的 在那之前 其實緬甸還是相對封閉 你如果有什麼問題就問我 相對封閉 所以在裡面 我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除了你看 像我們這些外面的人進去之外 會看到 在2008到2010以前 緬甸的 涼光 涼光 路上的車子其實很少 或是 比較 沒有去擁擠 但現在是非常非常擁擠 是那種 你要從路口碑到路口碑 你可以坐個半個小時 而有時候 我寧願就下來走 但是這也代表了 他們的經濟開始發展 因為他們的感覺還棒 所以你可以在他們的接口 就是在他們的陽光 可以看到很多 相當傳統的東西 但是也有相當新穎的東西 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其實 我那時候發現 也不是每一個 那盒的陽光 並不是每一個 每一家人 他們都有電話 我的電話的意思是 那個 家用電話 而不是手機 但現在 每一個人都有手機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些在內 那些 譬如說餐廳 他們可能沒有 家用電話 沒有線 沒有線 但是他們沒有手機 所以那種 後發 怎麼講 後發現制 所以他們其實不需要 用到很多 也不是說不需要 你可以看到 這個有城市的 一個跳躍 它其實就 跳過了中間 以前我們以為 會一二三四 往前走的步驟 可是它從E就 啪跳到 那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們現在學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的 極端的差別 非常不像傳統 大家在那個茶廳 然後喝茶 然後吃這些傳統食物 或是在旁邊有 百貨公司 給騙你一遍 而且 這幾點頭髮出來 好 那大家有去過點店嗎 有去過舉手嗎 要不要大家都去過 我這邊講一句話吧 都沒有人去過 那你們都對點店 有興趣好不好 很好 很酷 這個是點店的錢 我第一次拿到的時候 其實 大部分的錢 不過我相信 應該有人有去吧 他大部分的錢 其實是比較像中間這一帳 很多都比較像中間這一帳 但是比較新的錢 所以看到 我覺得那時候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覺得很大部分 他那個花樣很鮮豔 但是 我覺得 後面的這些新的錢 或者是 其實我是外國人 所以我在 飯燒的時候 其實拿到比較新的錢 所以才看到是這樣 所以其實你在緬甸 或是在陽光 無論是陽光 或是漫威或其他地方 用的時候 他的錢 多都是東面那種 就是其實 比較 我怎麼講 比較 比較 比較舊 我真的不會講這種文化的東西 好 最後呢 跟台灣有一個地方很像的 就是 他們很喜歡吃冰藍 但是跟台灣的冰藍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台灣的冰藍是一顆的 對不對 但是他們的冰藍是這樣子 他是用葉子 但是 我有吃 但是我有試著吃 然後他不像我們這樣 很脆 用咬 因為我們一顆 所以很脆的咬 可是他們就是像你在 薄薄啊 吃葉子的感覺 可是他們中間也有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石灰 反正是放石灰 還有一些有美的 然後他們吃下去也會有那種 我就是有點心悸 就像不喝咖啡的人 喝咖啡的感覺 就是會有點心悸 然後流汗 他們幾乎大大小小的 很多人都吃 我不知道他們 percentage 就是我不知道他們 percentage有到多少 但是 你很常可以看到大家 就是嚼冰藍 而且你可以聞到 味道 其實你走在路上 尤其是 陽光這種人 大的熟食的話 你就可以聞到 他們在嚼冰藍的味道 或是有時候 在泰國啊 或在其他地方 有冥店的人 或是冥店街 你經過 你就會聞到味道 所以他們在吃這個冰藍 還有一個東西 我自己也覺得很有趣 這是什麼 第一個是禁止抽煙 第二個是禁止丟垃圾 第三個是什麼 禁止結尾 其實這個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驚訝 但其實這代表什麼 就是冥店的冥縫 冥縫還是相當保守 對 我覺得那時候 我第一次去 然後回來的時候 大家都問我說 那你覺得冥店是什麼樣的地方 我會跟他說 那你覺得冥店是什麼樣的地方 那你覺得冥店人都很友善 而且很純樸 跟一般其他的東南亞國家 譬如說泰國 我不要說全部國家 就是城市這樣 才講話 很不一樣 那我去泰國的時候